在古代成为皇后或许是万千少女的梦想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位为了躲避皇帝册封她为皇后 而缺乏为妮的女子 那么这位女子究竟是谁呢 在明朝有一位名叫徐妙锦的女子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显刻的家庭里 她的父亲是明朝的开国元亲徐达 大姐是明成祖助力的人孝徐皇后 另外还有一个姐姐和妹妹分别成为了戴王妃和安王妃 出生于明门的徐妙锦从小宝读诗书 齐齐书画样样精通 不仅如此 她的谈吐举止端庄持重 气质更是超凡脱俗 因此徐妙锦一直都是各家王公贵族追逐的对象 可是就算别人把他们家的门槛都看破了 徐妙锦始终不愿意出嫁 眼看徐妙锦的年龄越来越大 这事便成为了徐妙锦父母的心病 就在徐妙锦28岁的时候 徐妙锦的长姐徐皇后去世了 徐皇后生前生性温和 宅亲人后 深受朱丽的宠爱 徐皇后临终前 还一直劝谏朱丽要怜爱百姓 广求贤才 恩礼宗室 同时不要过分恩宠自己的娘家 徐皇后的离世让朱丽十分的痛心 故而皇后这个位置一直都空着 直到有一天 有人为了讨皇帝开心 居然将徐妙锦的画像叠到了狱前 此时朱丽便有了依后的想法 徐妙锦和徐皇后虽然相差18岁 但是徐妙锦的长相细致 以及言行举止都和徐皇后十分相似 于是明成祖朱丽便找了个由头 去徐家召见了徐妙锦 初次见面过后 朱丽就对徐妙锦念念不忘 没过多久 明成祖朱丽就差人去徐家传旨 立徐妙锦为后 可是徐妙锦却称病弊而不见 让当时过来下诏的人十分为难 为了打发他们回宫交差 徐妙锦最终还是无奈地接见了他们 并让他们回去回复明成祖朱丽 他早年出过麻疹 脸上留有麻痕 不疑是奉皇帝 都说抗旨是大不敬之罪 谁知朱丽却一点都不生气 但也没有放弃 之后多次升旗入宫 为了不连累家人 徐妙锦只好缺乏唯离 并扬言从此以后要常伴清登古佛 朱丽知道之后生改晚期 但也无可奈何 决定将后卫空拳 一来怀念王妻 二来等待徐妙锦回心转意 可惜朱丽苦等了十七年 直到驾崩之日也没等到徐妙锦的首肯 明成祖朱丽死后 徐妙锦变怀俗回家了 徐妙锦名作妮姑 却不愿当皇后的行为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然而深思之下 却有道理可寻 首先 徐妙锦之书达理 克己手里 姐夫朱丽起兵进来的行为 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而他又在王妻 尸骨为孩之时求娶妻妹 实在是不符合徐妙锦的道德标准 心里难以接受 其次 徐妙锦作为豪门述出 早就看透了深宅内的勾心斗角 他深知半斤如半虎的道理 因此不愿以自由换富贵 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 这不仅与自己自在而国的志向 相违背 而且很有可能会给自己以及徐家 带来极大的危难 朱蒂死后 名人宗朱高氏登基 他与张皇后对徐妙锦十分好奇 于是宣徐妙锦入宫境界 结果一见之下 名人宗夫妇对徐妙锦的超凡脱俗的气质素然起敬 下诏令徐妙锦在宫中一切用度规格的同公主 出宫之后 徐妙锦也时常接受到皇室赏赐 正同五年公元1440年 徐妙锦离世 享年61岁 可以说徐妙锦的经历古今含有 即使放在现代 也必然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奇女子